一定要先下載那個Python 那這個Python裡面 記得就是找那個我想我們練習用3.62這個版本 那你測試一下OK 測試好之後的話安裝路徑是非常低疊 再來的話就下載那個Eclipse 那下載的版本我是建議是那個Eclipse ID for Java Development 然後呢 版本的話呢 我是建議暫時是30 練習的話30 但如果你OK之後 你可以再去試試看64等等的其他版本 不過如果你暫時一個環境都沒有的話 我建議你乾脆暫時先 用我的方法先讓他可以亂起來再去做其他練習 甚至呢你也可以去找什麼找Mac 找Linus 上面都可以亂亂看 因為未來開發環境可能有很多元的 而且環境不在不只是只有Windows 因為我覺得Python他的強項 不是在Windows 而是在其他環境上面 因為在Windows有的時候說真的啦 那個VBA其實就很好用 那當然其他環境當然有的地方沒辦法去 寫VBA的時候那當然你用Python 我想應該是比較好的選項 那 下載這個Eclipse之後 那我們就把一些相關的環境給掛上去 因為他本身本來是for Java的 不是for Python 所以 你需要再做兩件事 一個是 把他的相關的外掛的套件 利用那個我們這邊有個Install new software 把它安裝起來 那底下我這邊有提供一個就是 下載的路徑網址 因為這個地方為什麼要放在雲端 因為 如果把它寫在白板上 之前有寫過 同學打打打完 怎麼打都不會對好奇怪 其實就沒有錯 但是就是連不上 原來 就差一個地方 像這個斜線有個地方 或者是這邊 同學打 少打一個S 等等的 那就掛掉了 OK 所以基本上我就把它放在這邊 你就複製貼上就可以了 那 Add 然後加上去 到這一關應該沒問題 早上好像 我不知道 如果你這一關沒過 你下一關就沒有辦法看到 所以之前有同學安裝的時候就安裝不出來 奇怪下一個畫面要設定的時候 就 找不到 這個 Python的 什麼 Pydev 這個 Pydev 這個 這個 出現的原因是因為上面 有裝了東西 他才會產生下面這個 所以上面沒有成功 下面就不會出現 所以有同學說老師為什麼我沒有看到這個東西 那我就可能跟你講說你可能要 再把上面的再做一遍 問題應該可以解決 還有 做完之後 還要重新啟動 反正一關一關的啦 那我特別強調 自由軟體 他的缺點 跟 付費軟體 就是你很多都是要 有那個心理準備要自助啦 就跟你去用餐的時候 你到自助餐店 你不可能說你坐在那裡 等他來幫你點餐 而是怎麼樣 你自己要去取啊 餐具都自己取啊 什麼都自己取 對不對 你找不到那你要問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呢 就是最大的差別 那你說 可不可能他變商用軟體啦 其實我想 那個Python他之所以會有這麼多人使用 就是因為他自有 他如果他變成商用的 可能又是另外一種情況 OK 因為你說 微軟的那個Visual Studio 開發環境 好不好用 很好用啊 可是為什麼 用的人還是 也不是不多啦 用的人還是有限制 因為其實很多企業還是會考量 因為這個費用要授權 所以要授權下去的話不得了了 看看有多少個人 五千個 沒有那麼大了 50個 只要買50套 500個就買500套 當然那個費用算下來不得了了 你說微軟的Visual Studio 能不能開發 Python 答案是肯定的 可以 可是為什麼不推薦呢 到底很簡單 第一個 他是 商用的 第二個 他 Visual Studio不知道有沒有 裝過 微軟的那個 Visual Studio應該知道吧 開發那個 微軟的環境的時候 他一裝起來 隨便都是3GB起跳的 天啊 我想說裝起來 我只是要 做一些簡單的事情 隨便一裝就3GB 然後隨便又下載一些東西 就好幾GB 但是不過啦 微軟那個Visual Studio 開發環境 還真的有他厲害的地方 那你們其實可以 如果你們想要知道那個 微軟的開發環境的話 當然我還是建議你們多方 多方向去學習 為什麼 因為 其實你們可能將來如果接觸的話 如果要將來 其實各行各業用的工具都不一樣 我記得好像你打一個VS就可以了 他簡稱就Visual Studio 然後 20多少 2015吧 2017還多少 他有新版 有沒有 Visual Studio 2015 最新的不知道有沒有2017啦 我看2017有沒有 沒有好像 正式版 另外他有一個什麼 Express的版本 這個Express版本 實際上就是 一個 免費的版本 OK 所以如果說你要把這個裝起來的話 這有一個他叫什麼 他其實免費版本叫做Visual Studio Community 那這個能不能拿來開發 Python呢 可以啦 而且其實我覺得他也相當好用 對 他最新版是什麼 Community 2017喔 那些像R 他說R Studio也可以用Python R Studio 怎麼樣 也可以用Python 可以啊 可以啊 只是說 當然工具很多啦 對工具很多 你看他選一個比較適合的工具啊 啊 我只是跟各位講說 有這個選項 當然你不見得你 你有時間的話啦 我是建議你 多方便接觸 因為 這個環境其實 是很 像我之前教這個環境的時候是用在開發手機程式的 他可以 去結合一個 也是套件 就是一個什麼Colova 這Colova的話就是可以把那個什麼 把那個手機當成開發網 有網頁一樣簡單 所以你只要懂得一些網頁的開發 你就可以把轉換變成手機程式 OK這個地方的話 稍微跟各位做一個說明 那 早上的部分的話 如果你這些東西都已經ready了然後也把它掛上去之後 理論上應該會看到的就是 類似像這樣的的話 大家我們接下來就是 打開 然後再來就測試 測試他OK啦 應該到這裡了吧 OKOK 因為 這個OK 人包啦 所以如果你實在有問題就把這個懶人包 把它下載下來 然後解壓 但是這個環境還是需要JDK 所以那個JDK那個一定要 你要額外安裝 OK先確認一下你的是不是 就是我們早上第一關一定是裝在低碟 底下的那個Python32 有沒有 那個minus 就是這個路徑 就是這個路徑對不對 其實他主要最後一關 就是要抓這個執行檔 因為其實是透過這個執行檔 幫我們去做一些run run的動作 就是compiler 他其實沒有經過compiler 他是直譽 但是還是要經過 他在ESE去幫我們去做這個執行檔 那只是說你要告訴他說 我的東西喔 我的ESE在這裡喔 所以同學如果剛剛同學提到最重要就是那個最後一關啦 不過因為我們早上最後是要剛好要吃飯啦 所以就想說先把它帶一下 不過好像麥克麥克裡面有找到嗎 我不知道這樣子不對 對那個就對了 你這個就對了 麥克也有啦 OK 我是讓他自動找 因為麥克他原本就有拍車 啊真的喔 所以我剛下台的版本 太 可是是不是3.62的版本 是不是3.62 那你可能要 最好還是用3 因為2跟3的語法還是會有差異喔 OK我們基本上上課還是以3.62為準 如果不行你就把它 進到那個設定裡面 然後去找到那個 我們剛剛講這個路徑嘛 你如果設定好的話的畫面應該是 長得像 我們現在畫面上看到的 他會幫你把那個library全部都載進來 那當然你也可以如果你是 比如說剛剛同學好像是載到2.7的 如果你要把它remove掉也可以啦這邊有個remove 你也可以把它remove掉 重新再new一下 browse OK然後找到那個 低疊底下的python32 去把它找到 選起來 OK就可以了 OK所以最後這個關鍵的畫面 我想各位稍微試一下 你把它OK之後 他就會去幫你 針對這個exe去找到 他的所有函事庫 在哪邊 DL放哪裡啦 Library放哪裡啦 裡面需要的東西在哪裡啦 pickage在哪裡 那你就要OK OK 底下都出來了 把他關起來 OK 好 好 好